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济保护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 奴隶 甲晨年3月21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护照更新新技术 政府扩大税务局神纪权 看日时候一正 多伦多以后当教师安省 罪严校园规定 CC工人投票罢工 科威克帮助法育保持活力 NORUS病毒在加拿大传播 下面先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护照更新新技术 加拿大正在扩大使用 经过验证的自动化技术 以简化成人护照更新申请的处理 加拿大当局坚定致力于 负责任的利用科技 自动化工具是其作成部分 当局正在透过 自动化简化护照更新流程 但是新的护照申请 儿童的申请和复杂文件 将不会使用自动化 目前加拿大移民部门 一直在使用自动化工具 为外国人办理各种移民和前程 该工具会验证 申请人的申请咨询 是否与其嫌疑企业护照中存储的资料相对应 自补充应用程序的功能 是增强与护照更新相关的功能领程 但是它并不能取代护照官员 政府称 护照官员总会审查媒体 看看是否有任何不符合的情况 加拿大扩大税务局的审计权 联盟预算案中 仅藏着一项体验 旨在大幅扩大加拿大税务局CIA的审计权 会严厉打击那些不遵受规定的人 估计有300万加大的人将收到CIA的通知 告知他们的所得税务目标正在接受审查 但不毕竟重要的是要了解审查的内容 以及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CIA在进行审查时 将要求提供特定退税扣除额或收入金额的支持文件 初次提交时 通常不需要太多的支持文件 因此审查通常只是为了验证提交的咨询 个人拨税者及时要求更多的时间 也有责任在30天内会议 此外最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退税或扣除额的要求遭到拒绝 看日识后遗症 加拿大已经报告了大量 与4月日询室有关的眼镜寻伤病例 官司验光协辉表示 他们已经收到了很多4月8日 日询室引发的眼部并发症的报告 累计有118分 该省报告的眼部病例 包括角膜炎症 日光性视网膜病院 在极端情况下 可能会拥有性视力尝试 日询室期间 许多地区都有大量的云层覆盖 似乎大多数人在观察日询室时 都注意到了警告 并采取了适当的眼镜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 魁省卫生公众表示 截至4月23日 日光市已经确定了43例 可能与日询室有关的眼镜欺赏病人 杜鲁多以后当老师 最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了几个节目 他谈的 自己知道加拿大人并没有再听谈谈好 他知道自己对保守党 对其标志性的气候政策的攻击的辩护 至少目前还不起作用 杜鲁多最近 正在全国各地宣传自由党最新的预算 他将其宣传为一项只在为40岁以下的人群 投入更多的经济共评计划 杜鲁多正在试图重新点燃千席一代的支持 他在节目中谈到政策和政治挑战方面 此前保守党和大多数的省党 在4月1日太阳市上涨前 猛烈抨击杜鲁多 称这些上涨 称这时美生气流的称为 增加约300亿 安一省最严效应原案规定 安省政府在周日表示 将推出一系列测试 严厉打击 学校内的手机使用和系列的验行 这些新规定将于2024到25年选择成效 新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 这具有更宁活的规定 只在课堂时间内仅仅使用手机 如果学生违反规定 他们的手机应立即交给工作人员 家长将会被通知 社会提供的表示 省府将为教师提供培训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新的支持 老师为负责教育学生 自己承担责任 学校将向家长发出通知信 阐述这些正式的详情 以及家长们可以如何配合学校 这些文件会被翻译成不同语言 让家长了解学校的期望 以及学生的动态 TTC工人投票罢工 多伦多TTC数千名交通工人投票后 绝大多数支持罢工授权 代表运营和维护TTC的 12000名交通工人的联和交通联盟工会表示 日午晚上有9253名会员参加了会员投票 其中98.28%的投票支持罢工 工会主席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 对罢工行动的压倒性支持 向TTC多伦多士和安生发出一个明确信息 即会员应准备好了采取行动 惠北克投资保持法语合理 魁省将在5年内投资6.03亿元 以扭转法语衰落的局面 在周日的新闻法误会上 法语部长表示 共有21项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帮助提高魁省官方语言的合理 其中一些措施已经到位 在这样困难的预算背景下 这笔资金反映了政府对法语的最大成果 这些措施基于政府的9个优先事项 其中包括了每年检测 魁省语言状况的指标 并向公众提供一个意表版 高等教育部长在新闻会上说 根据政府的指标 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了解魁省的语言状况 政府计划提高经济移民中 懂法语者的比例 提高临时外籍工人和寻求庇护者的语言知识 以及学生对法语的掌握 并加强克力人对法语的疑点 NORUS病毒对加拿大传播 加拿大公共问世据称NORUS病毒在加拿大传播频率高于一期 特别是在安省和阿尔布特市区 NORUS病毒是一种常见性的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会引起恶心 嘔吐 肤痛软和腹泻等症状 与之前5年的历史水平相比 2024年的NORUS病例数量高于一期 多人多医疗机构 包括了三期疫情大学 健康网络传染病毒 西北市 虽然今年看到的NORUS病毒比往年多了一点 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事情 只是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一些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29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30.4元人民币 明天4月30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4度到7度 有雨 多伦多 9度到12度 小雨 温格华5到13度 少云 魁贝克3到9度 多云 卡尔加利1度到7度 雪转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中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